餐饮业则是发挥了创意巧思 将红梨的碎杆等可以食用的部分来敲碎 融入了猪脚肉 制作成创意红梨水饺 更结合季节性的在地食材 开发出了一道道具有原住民风味的部落料理 桌上一道道具有原民风味的料理 都是老板的创意 运用在地的季节性食材 如南瓜、红梨、老叶等入菜 从部落新鲜采收产地直送餐桌 现在只要是季节 你会看到部落很多南瓜是盛产的 那很多部落人就是你吃不完那么多 然后它又很好种植 所以大部分部落人就是大概就分手 后来我就把它变成是我可以卖的餐 后来就用我们剩余吃饭的时候 剩余昨天的饭冷冻起来 因为这样子它就很好分解它的蛋白质 后来就把我们也蒸南瓜 然后跟饭一起打 然后只要加盐就好了 加一点牛奶就很好喝 运用农人采收红梨后的碎感 以及可食用部分 以人工挑选方式处理 切碎与猪脚肉结合 就成了一颗颗色彩细精 营养满分的红梨水饺 老叶水饺也是老板精心挑选野生老叶 安心健康不含农药 捣碎铺赛后 老叶入菜的做法令人惊艳 因为部落它在收红梨的时候 它都是收那个碎 可是碎底下都还会有一些细细的一些梗 那我就会 我就说这很可惜啊 我就把那个剩余的那个小碎 我就剥起来 然后一个一个喝 后来有一天绞肉啊 我就把红梨这样子剥一剥 跟着绞肉一起 一起放在水饺里面 哎 还蛮好吃的 后来就研发 又研发出一个红梨水饺 我想全台湾就只有这么一个红梨水饺 野生的老叶山山也很多啊 那我就开始做 哎 那我也把老叶做起来 包在水饺看看 哎 吃起来还蛮搭的 手工面包 烤肉套餐 也是热门的餐店 红梨饭与部落蔬菜 再搭配亲自腌制的洛选与烤肉 成为客人最喜爱的组合 那熏烤肉饭是 我们家有一个很传统的特质的羊 就专门在熏烤 肉啊 或者是 像我儿子他们亲战团 打猎回来的时候 有猎物猎到的那个 的时候我们在那边处理 为了响应环保 店内不提供一次性的餐具 提供叶片包裹外带食物 让民众享用生态饮食的同时 也为环境尽一份行李 记者江碧任台中市报道 店内不提供 学习 带来 妈妈妈 ъ